好 这很有趣 就是说我们是过来人 所以有些费用到底要不要花 那再请教一下阿德 你是怎么拍的 我先讲一下我对拍照的概念 因为我自从做了唱片以后 我就非常知道说 原来如果在结一次婚的话 我拍照我知道 我应该有什么权益 有机会的 不会有机会 因为我痛恨婚姻之对 就是其实拍照 其实因为以前 以前那个时代说实在 拍照这件事情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可以给什么意见 你根本就不知道说 我可以拿一个饭本给他看 说我要装置 要这样子的 我希望拍照假如是这样的 这些都是可以给的 可是因为以前都没有这样概念 所以婚纱 或是婚故书摄影公司 就给你几个套餐 A B C D 你选一个 对 你就只能照着做 然后那个妆呢 因为以前的结婚的概念 说好像要浓妆才会幸福 所以就是一副那种 歌仔系的妆在那边 对 所以你会觉得说 尤其是男生的 很快就会受不了 你知道我拍婚纱 知道怎么拍的吗 我只拍了四 卡卡卡卡 我就不拍了 因为呢 那个摄影师呢 就叫我摆了一个 跟我太太摆了一个 那个乱世佳的 那个封面 就是怎么摆呢 就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他腰还要往下起 对不对 还要这样子 你是白瑞德 然后呢 还要我笑 然后我就一直勉强地笑 然后又摆那姿势笑的时候 居然拍到第四张 他就说 想到腰吗 没有 摄影师就给我讲说 你为什么都是青蛙笑呢 什么叫青蛙笑啊 什么是青蛙笑 直接裂开啊 因为那时候就只觉得 只要嘴裂开就好了 因为已经很僵硬了嘛 对 我就 我就拍完那四张以后 我就说我不拍了 闭名 我就直接就不拍 然后后面就是我太太 他也很开心 因为我发现说 其实婚纱照 说实在的 女生才 就不在乎另外一半是什么 她只在乎自己 穿了每一件衣服 那我也很惊奇 后来没有穿第二套 因为第二套就是青工了 青工 就是清朝时代的衣服 对 然后黑白的 以前那个时代就是 套餐就是要拍那些东西 然后呢 还有新娘的 新郎的那个帽子 对 但是我觉得说 现在这一代的时代 对拍婚纱照 真的是跟我们以前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提范本 就是说我希望是棚内的 是棚外的 我场子希望是怎样的 是怎样的场景 pose要怎样 你可以找我喜欢的样子给你看 然后装我希望是这样的 包括礼服 我也希望你帮我挑选 这样的款式 这是有时候你知道吗 有时候定制那个 就是属于自己的婚纱 其实也不会太贵 现在很便宜的 所以你可以听 属于专属你一款的 这衣服还变成你的 如果你自己订好以后 你以后不穿 你也可以再转卖给婚纱店 都是可以的 所以现在就是有很多可以选择 所以我觉得现在拍照 跟以前干年是分别的 那你们那时候 我记得都有什么 比方说28张 36张72张108张的 对不对 ABCD嘛 你几本 我根本就没有去挑 我只有四张而已 可是你太太会很多啊 对啊 都是要去挑 所以我不用去啊 对啊 那我是说最后会弄成 比方说两本 一本嘛 通常就一大本 然后一个本 那放大 不知道跑哪里去 那后来还有再看吗 看那个 那一本吗 怎么可能去看 里面根本就没有我 他现在放哪里 不知道 还在吗 不知道收信哪 我也不知道 就知道再也不想去翻出来看 再也不想 可是哪有 可是偶像剧 不是都会拿出来说 老公亲爱的 你看你以前这样子 好帅哦 两个会一起 其实我觉得 看的是那个初心 看的是两个人 那时候刚才不不能 看那个初心 那是因为你的感情还好 他刚听问 所以他不知道 所以他以为只有 很快就没有初心了 快快灭了 他说炒成这样还有初心 如果说到了二十年三十年 还有初心的话 那就不得了 不用二十年 大概三年 然后如果 如果一年内就有小孩 就是一年 但是我就是想说 如果吵架以后 看那个照片 就是越看乐器啊 不会啊 会不会 因为现在心情跟以前 心情怎么差那么多 会想说以前这么相爱 三年后再来上节目 这样就对了 我们就把它录下来 历史真误 心情不敢 我以前作为一个女生 我觉得女生跟男生 真的不太一样 其实不一样 我那时候也很讨厌 拍那个照片 因为我觉得很不自然 就穿什么衣服 然后摆什么姿势 然后花了我一整天 我觉得相爱根本不是这样 那个不自然到什么程度啊 你知道那个 你如果被抓去警察局 要拍个照片 就是正面 就是姿势都拍好的 就是被你指示的 拍照婚纱就这样啊 咖喱紅了啦 你会觉得说咖喱 认人摆布 他就把你设定好了 因为他就是要套三四的 把它完成嘛 然后两个人在挑的时候 太太就觉得 这张拍得不错 这张也不错 可是每选一张都是一千多块 每张都不错 然后男生就说 不要 不过我觉得这个时代拍照 真的跟以前概念是不一样 没有嫁过的都有 没有这次前代真的是 比较自然 比较有创意 比较有feu 阿德老师 没有嫁过的人 一定会有一个幻想在那边 有一个你的梦在那边 当年当然有 可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当你开始进入 所谓细节讨论之后 你那个梦会慢慢的被消耗 因为呢 比方说你要挑这个婚纱 你希望怎么样 可是对方就是第一个 不是死人面 就是好像 不然就好像没感觉 还是说麻木不仁 然后没有加入你的讨论 那这个心痛的感觉 一张都要接 那个是会一直一直没有比方说 你会看这件婚纱好不好看 我挑这个好不好 当你开始这个进行这个细节的讨论 你就会发现那个所谓的梦想是一点一滴被消耗的 我是从梦好大 然后好浪漫一直真的就后来就完全 等到那天真的拍照的时候 你那个是很 就是喜悦没有 问一个问题 女生都会从小就会想要穿婚纱那一天吗 会 真的会 会不会 会啊 你也会 会 对 哪有人来 哪有人来 我问你 你很重要 你很重要 不是 我是说业力这么丰富 我只是老 我病不生 我没有老 她不是女生 我是女生 我是女生 好啦 老师 对不起 你不要对我作罚 对 而且他们那一代的少女心是跟少女心的 对 可是这些梦到最后会跌入见识 穿婚纱好像有很多并没有真的穿婚纱 起袍 Livi也会吗 那时候 而且我还拍两次婚纱 逼我老公 因为拍完一次之后觉得不够满意 然后刚好就是反正就是刚好有个姻缘 结果就是需要那个有个婚纱店刚开幕 然后需要model 然后我又逼我老公跟我去拍 然后我老公拍完之后他就说 可不可以不要再拍第三次 就他已经完全崩溃 对 佑嘉有会吗 我也会 当然 因为我是有一个观察就是说 因为我的孙女现在两岁多 然后我最近几天刚好有个婚礼 那他有去 然后妈妈当然婚礼嘛 就也把他穿那个蓬蓬裙那种 像白纱那种 然后呢 我女儿回去就po说 爸爸 他回来就不脱这个衣服 一直要穿着 对 然后在那边转圈圈 对 我有说小女生 他从小好像就对这个婚礼 这个蓬蓬裙好像很有向往 不是你带他去婚礼那个灯光 那个气氛那个感觉 那个是一个完美的印象 在那边已经深刻在心里 而且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 当花童 就是我穿着那个小礼服 真的就回来就不脱 对 对啊 真的会 虽然刚结婚对不对 他还没有拍 我还没拍 你还没拍 是 会拍吗 我其实不会 我其实不会 我不想拍 不过我们看节目 其实有时候是两性之间的沟通 就是说既然太太或者是 就是这个配偶这边这么重视 我觉得适度要满足 没错 就多花一点钱 有什么关系 一辈子 可是问题是 如果弱到现实 你又要知道 刚刚阿德老师也讲 一次人要一次钱就花下去 问题你若是 鞋子没那么多钱 这时候呢 你真的 我跟你讲 这个有时候女孩子会觉得说 那怎么办 像我就会觉得 是不是要替另外一半想 很多 我现在很多女生会觉得 这样子是不是要帮老公省一点钱 那自己是不是也要省一点 不要说这个理念 不要说我不会 我觉得我要卖血 卖血真的很好 那这种老公 这种男人很难找的 其实现在拍婚纱照 其实有很多 很有创意 但是很节省的方式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是怎样 他就租了一套婚纱 然后两个就买了机票 因为现在手机拍起来都很好看 他就帮他老婆拍照 还去四个国家 而且比台湾拍还可以 可以 我这个是一个方法 我只是说比方说以这个 这个是最新的po文 以他来讲你看婚雇又要六万 我不是说要主要你的工作 婚雇要六万 请问婚雇跟所谓的婚器 又要一万八 这婚雇跟婚器又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要这么多钱 我也记得我当时布置场地 我就把我的同学叫来 刚才一个人搬一个鸡鸡 弄一弄 就结束了 没有 这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没有概念 那如果要那经纪人在干什么 经纪人一定有把资源整合的能力 我的意思是说 通常年轻人你如果要结婚 你发现说你又没有资源 父母也没给你赞助 你那个存款有限 那你就会能省则省 就省这个省那个 那就不应该结婚 对 没有错 可是问题这个是过程 像我就是那时候就是这样过来 我只是有感而发 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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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